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村庭坊已有一个星期 不少村里的经营户说 禁停之后 街道确实干净 多了很多 但他们的生意也是大受影响 为何这么说呢 杨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爬出二楼阳台身体圆空 客到旁边屋的一位婆婆大跳救命 关键时下一班热心街坊出手相救 那小女孩最后有没有事 廣州有位街坊在平台落单 请人上门通马桶 明明说好上门费八十元 怎料最后对方叫地起价要收三千元 说通渠都通得这么厉害 又是什么套路 深圳有位女士玩掌板 结果连人大把都被海浪冲走了 一路漂流去到香港海域 听起来都挺恐怖的 最后她怎样脱险 新规实施有一个星期 有不少村里面的参调老板就说 禁停之后 这条街的确是干净其理座 但是他们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究竟情况是怎样的 记者去现场看过的 今天中午 记者来到广州三元里村 外卖小哥 现在是村内罕见 可以骑电单车的人 不过入村取餐送餐 需要提前查验订单 现在就开始要我们看单餐店进来去 是不是觉得不方便 很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 午饭时间 记者观察到 路边大约有一半个餐饮店能够坐门 一半左右的店铺 门可拿着 所以少少落一半 所以我们出租进来 都不方便 你们店铺是否算是好的 不是不行 就是正午才好一点 在搶着 前厅做那些 都是一两个准备的 中午一点 一家麻辣烤店内 有五个人正在用餐 记者询问后才发现 其中四个都是店员 我们基本上都是满的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没有什么人 這裡都是我們自己人在車 都是自己人在車 這個是顧客 那今天生意怎麼樣呢 一直都在下來 從停止車子進來之後 一直都不怎麼好 保開之後呢 而對面街的粉麵檔 才開店一個多月 店裡面只有一位客人 當著兩個人站在旁邊拆手機 現在一點多 本來以前的話很忙的 現在都不忙了 整個人找到手的一半 街上有不少菜檔果檔的檔主 見到記者在採訪也過來吐苦水 有檔主說 集中停放點車輛太多 車主停車拿車不方便 很多人都覺得很麻煩 記者來到村外幾百米一個電單車 集中停車點 由於車輛太多 停在外圍的不少電單車都在這裡淋雨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停車位置裡已經停了三排的電動車了 那最裡面僅靠著充電裝的這排車位基本上都被停滿了 但是充電的車輛卻不是很多 那在我身後就是一個入村的關口 有工作人員正在現場對這個進出的外賣車輛進行一個登記 那我們可以看到剩餘兩排的車輛就沒有地方停 只能停在路中間 那基本上這條道路的通行也被阻擋了 有居民表示 三元里村內禁停電單車之後 環境是肉眼可見有所提升 很多人認為電單車少了 他們居住也更加安心 有專家表示 城中村禁停令 應該是管理規範停放的第一步 而不是最後一步 禁停之後 怎樣最大限度感減少商家、消費者的不變和損失 才是對管理者的最大考驗 任何改革都有陣痛期 但是治理規則的改變 應該與居民、租戶充分協商 這些手段來破解問題 而不能解釋話處理 廣東台記者周梓林報導 有著中國皮具批發第一城之稱的三元里村 其實周圍都聚集了很多大小不一的批發市場 除了租客以外 另外在三元里村還有很多皮具批發商的商戶 出來做倉庫 現在電單車不可以再入村運貨 那些人當然要離開 你沒有那麼多人 人才不然就沒有那麼多人去消費 產業升級你未完成 住改倉的問題你未解決 你就馬上來個府邸抽身 就像過河那棟橋你都未建好 你就急急腳 又以安全的名義 就不讓那些小船去通航 要不你就屬於考慮不周 你自費武功 要不你就屬於你可能在捉一盤很大的棋 當然無論如何 現在就唯有拭目以待 昨晚江門生活一個牆大約有20米的施工棚架 突然間就倒了 多台小姐被凹中 倒的原因是什麼 具體情況記者莫加號了解過 整個棚架倒下來了 視頻可以見到一個用黑沙布覆蓋 大約兩層樓高 20米長的竹棚突然發生傾斜 吊在半空中 部分棚架側倒在地上 壓著數部車輛 上面有橫幅寫道 某商家即將開業 據了解 該事故發生在昨天早上9點42分左右 位置是江門舍新匯區古井鎮 新建路的福樂購百貨商場 附近居民稱 事發前並沒有聽到任何異響 幾個人在共產地拆棚 我以為撞完壽 自為撞完壽 在那裡拆 然後其實什麼時候倒了 我不知道 整個牌都倒下來 有附近市民說 事發棚架已經裝了近一個月 平時大家都會從棚架下的出入口 進入商場購物 商場負責人介紹 當時裝修已經完成 事發的時候正在這裡拆除棚架 就是做超市的外招牌 因為是拆的過程中出現的過程 當時我們也做好措施了 當時也把周邊也維護起來了 可能是阻止的原因吧 可能那個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是一下子倒下來了 商場負責人稱 倒下來的棚架並沒有擲到人 事發之後 他們已經組織人力進行清理 記者重新匯區古井鎮政府方面獲釋 今次一共有四部機動車被突中 現在的位置就是事發現場 可以看到當時倒下的棚架 目前已經完全被清理完畢 剛才我們看到一部受損的車輛 它的天窗玻璃已經完全碎裂 部分的玻璃殘留在車前蓋的地方 有 都是已經去維修了 已經去跟顧客去維修好了 對 我們自己來公司承擔 新匯區古井鎮政府相關工作人員稱 今次施工在事前已經進行了暴備 事故原因 現在還在調查中 接下來將全面排查各類隱瞞 確保安全 廣東台記者莫家浩江門新聞報道 今天我們收到佛山信德一中的家長 在《竹典新聞》APP上的報料 就說大半年以來 學校隔離一個工地不分就夜施工 影響了小孩子的學習和休息 其實之前有職能部門介入之後 這個工地曾停工過一段時間 安靜過一段時間 為什麼到現在死灰復燃 究竟什麼情況呢 陳浩會看過的 報料家長所指的工地 位於佛山信德大梁街道 信德一中旁邊 家長說 這個工地開工以來 日夜施工 風雨無阻 嚴重影響私生的工作和睡眠 校方曾經多次和施工方交涉都沒有結果 家長介紹 在向有關部門求助後 施工方在午休和晚上休息的時間 終於停工了 但只是安靜了一段時間 這個工地超時施工的現象又再死灰復燃 記者今天在現場發現 涉設工地為雲號廣場項目 施工時間為2023年10月到2024年7月 目前正在進行一期裝基礎工程 記者在現場用手機分貝測試軟件測試 該工地平均分貝為77 最大分貝為82 而根據我國升環境質量標準 以居民住宅 醫療衛生 文化教育 科研設計 行政辦公為主要功能 需要保持安靜的區域 屬於一類升環境功能區 按要求白天不可超過55分貝 晚上不可超過45分貝 對此現場工作人員表示 目前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時間 已經不施工了 工人在道點後就下班了 8點到11點半 晚上我們出門沒動 8點到7、8點到下班就沒動 工人出門下班就沒人了 11點半 11點半下班 晚上呢 晚上6點半 5點半 6點半下班了 現在是將近中午的12點鐘 可以看到工地中的吊機和打裝機 已經停止工作了 工地中的噪音迅速降低 現在暫時還未發現 有超時施工的現象存在 針對以上情況 信德大良綜合執法辦回應 5月8日晚上10點左右 執法人員巡查發現 這個工地有夜間超時施工行為 現場對其立案查處 並在5月22日向工地發出 行政處罰告之書 適逢高考在職 執法辦將會繼續加強監管力度 延禁工地出現夜間超時施工的現象 廣東台記者陳浩佛山順德報道 操音擾民 我覺得什麼時候都要嚴格監管 你不能夠影響到學生的避考 影響到他高考 才站出來說運動執法 假論這是不行的 今天有廣州市潘如區的歐先生 通過速電新聞APP向我們報料 就說他在某個電商平台落單 說上門通馬桶的服務居然被要價3000元 並且整個過程中 上門的工作人員 沒有辦法提供任何證件、執照 或是蓋章、收據等證明 那天價通渠費究竟是怎樣算出來的 王凱去看 住在廣州潘如區的歐先生 告訴記者 他5月22日晚刻發現馬桶塞住 於是在美團搜索相關上門服務 找到了一家名為老班長的馬桶疏通商家 他見到這家店不僅有4.9分的高評價 還有平台的金牌標誌認證 就撥通了電話 通話之後 兩名工作人員添加了歐先生的微信 並約定好服務時間 但上門那時 歐先生說他們沒有穿工服 也沒有出事工作證 並且在沒有提前告知價格的情況下 直接使用氣泵開始疏通 就用那個單氣泵 然後用了大概打了 就打一下的話 一炮的話就用八下 打了八下之後呢 他就打不同了 第一炮就一炮八下 然後我就問他這一炮多少錢 他說打一下兩百 然後當時我就都已經打了 然後我還沒有同意他繼續再打 然後他直接給我就幹了八下 最終對方要求收費3,400元 當中包括16次氣泵價3,200元 而原本講好80元的上門費 也都變成200元 歐先生講價之後付款3,000元 但是對方沒有出事任何執照 發票提供的收據也都沒有概張 記者今天聯繫美團平台 平台方面表示攝氏商家以沒有訂單為由 拒絕承認和這次服務有關 之後平台查詢了電話記錄 證明了商家是在報料人同意之後派單的 但是由於雙方鬥開平台落單私下交易 目前還在研判處理方案 同時平台提醒消費者一定要在平台落單 保障過程可以追溯方便維權 另外平台方還表示會加強排查類似情況 經調查攝氏商家註冊名為廣州快道家生活服務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在白雲區登記 今天下午白雲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回應稱 攝氏商家已經不在登記地址經營 並在2023年10月9日錄入了企業經營以上名錄 現在無法聯繫到商家 建議消費者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有律師表示平台對商家也有一定的審核責任 廣東台記者黃海 報道 你說整個馬桶都收成3000元 重新買個新的沒那麼生氣 這個無良商家其實明明可以搶 但他還幫人疏通馬桶 消費者客客被透露 原因其實就在於這個信息不對等 其實不單止是通馬桶 整空調、整電腦、整冰箱、開鎖 還有廁所保留等等等等 那些平台維修的機構 很多時候都是接著一個套路 第一部就是開價百多元、幾十元 低價印留 第二部濃虛作甲、誇大故障 第三部好了 趁火打劫 賣單時是打死奴港價 到達幾千元 座地起隔令人防不勝防 平台就說他兜開我 這個商家2023年走路 為什麼還可以在平台上找到呢 所以其實為了抽水 這些平台基本上不審合商家的訊息 所以也成為天價維修的幫兇 所以希望行政部門和網絡平台能夠嚴格監管 不再令到我們消費者是憑運氣去消費的 兩日前 楊光楊昌一名三歲的女生 因為要找媽媽從家裡爬出二樓的陽台 身體懸空 嚇到旁邊屋的一位婆婆 嚇到鼻孔都侮辱了 這位婆婆見到之後就馬上大喊救命 幾個鄰舍就馬上走過來 面對隨時可能會跌下來的女生怎麼辦呢 我們馬上看看 事發在5月22日的楊光楊春市重拍鎮 一名三歲的女童爬出去家裡二樓的陽台 身體懸空 旁邊屋的一位婆婆見到之後 大聲叫女童回家 但是女童依然不停哭 懸掛的身體更加往陽台外傾斜 嚇到這位婆婆想徒手去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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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見女童隨時都要跌下來 這位葉心的婆婆大聲叫周邊鄰居過來幫忙 一名街坊馬上拉起了一塊廣告蓬布 大家各自拉起了布的一個高高舉起 與此同時 又有兩個葉心的鄰居加入救人的行列 當六名鄰居齊心協力 將一塊布撐起來的時候 就在這個瞬間 女童從二樓掉下來 幸運的是女童被成功接住了 街坊馬上把女童緊緊抱住 女童的嘴裡依然不停哭著叫媽媽 今天記者聯繫上女童的媽媽沉女士 她對自己當日的傷忽心自責 原來當日的媽媽忘了鎖好二樓的陽台 就去了接大女兒放學 想不到短短幾分鐘的時間 那個小女就從一樓的房間爬到二樓 並從陽台掉下來 同時她對出手幫助的街坊 表示萬分感恩 很感謝她們給了我的第二次生命 真的 如果當時沒有她們在場 等到我回來 就真的已經掉下來 根本都想不到後面的結局 真的 廣東台報導 希望這位媽媽記住 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 近日深圳 有位女士在大鵬新區的一處海灘 玩掌板 即是海盜可能不知道怎麼玩 總之在海盜玩 誰知道出海後情況有變 她連人大阪被海量衝走 一直漂流去到香港海域 聽起來也挺恐怖的 最後她怎麼脫險 馬上來看看 5月19號上午11點多 湯小姐去到深圳大鵬新區 南澳鎮的由金灣海灘玩掌板 隻彈系下海後風浪突變 湯小姐連人大板 不受控制感飄向遠方 湯小姐說自己情急中打電話給案上的同行好友 好友撥打了求救電話 深圳市海洋綜合執法支隊大鵬大隊接到救援任務 執法人員根據風向海浪流向判斷 湯小姐可能飄向香港海域石牛洲島一帶 為了了解當時具體情況 記者跟隨大鵬支隊執法人員乘艇 前往湯小姐落海的位置深圳游金灣 我身後這片沙灘就是當時華將女子下海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沙灘不是很大 開發程度也不是很高 只有幾間正在新建的樓房 在我正對的位置是當時呼救了那個島 看起來並不是很遠 但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有三四海裡 轉換成陸地距離就是七八公里 隨後執法人員又將艇向石牛洲島方向開進 大約10分鐘之後 香港海域的石牛洲島就清晰可見 而沒有多遠的山影就是香港地界 現在這個位置就是沙灘跟石牛洲島的一個中間點 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這裡的海浪要更大 同時可以看到這個位置還有一個霍倫針的經過 所以說這片海域對於在這裡滑獎的人來講也是比較危險的 執法人員說當時遠遠就見到湯小姐在島上面呼喊求救 上岸之後發現她身體狀況良好 只是有點皮外傷 執法人員立即為她處理傷口 並護送其返回南澳鎮登陸 執法人員提醒一旦在海上遭遇類似情況 可以撥打海上求救電話95110 如果發現附近海域有經過船隻可以大聲呼喊 並利用明顯標誌物進行求救 另外掌板活動屬於危險活動 活動人員一定要經過專業培訓 並且應有隨行專業人員 如果天氣惡劣則不應該出海 廣東台記者黃則空報導 電動單車的消防隱患已經成為了城市治理的一個難點 從現在開始到6月中旬 廣東消防將會聯合多部門組成檢查組 在全省範圍內開展電動單車 安全隱患夜查行動 而在昨晚首場夜查行動在多地同步開展 我們先來看看廣州的情況 昨晚記者跟隨廣州白雲消防夜查小組 來到今季圓小區 該小區樓層較高 電動哲行車保有量較大 執法人員提醒電動哲行車需要分組停放 而且每個片區總共不能超過200台 我建議你們如果可以的話 配一些火鍋 你知道嗎 萬一這台車找火 馬上拖著就馬上 拖到空框的地 不要讓它對旁邊進行蔓延 執法人員還發現 一棟樓宇的門廳處停放了一部電動哲行車 執法人員要求物業立即將其移走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牆上的 張貼著架空層嚴鏡停放電動哲行車的一個標示 而且我們的鏡頭再往上搖 可以看到在這個的上方安裝了一個攝像頭 據了解這個攝像頭就是後期為了方便管理電動哲行車 架狀而成的 隨後執法人員來到早前發生過電動哲行車 在火事故的三元里村展開夜茶 在入口處 社區工作人員對每部電動哲行車進行登記 並發放臨時通行證 貼紙的右上角有一個號碼 就填那個號碼 如果它超過了那個時間 我們有那個進行員去把它拿出來 進來會有一張標示 對對對 填地址地址姓名手機號碼 這些的 它那個表格上面都要登記 記者發現村內電動哲行車數量夠之前減少了很多 大多數是快遞、外賣等車輛 剛開始還是有點不習慣 現在我們可以說把我們那個 所有的那個事項 然後把它精簡一下 然後在裡面門口登記 有我們30分鐘的時間 還是足夠我們可以去把自己的事情辦完 原來路上全部擠在一起 進行速度很慢很慢的 現在車少了之後 行人走路也不會怕人家磕磕磕磕 有房間執法人員沒有發現電動哲行車 堵收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也沒有臨街自建房 商鋪電動哲行車入戶 非線充電的情況 今天我們進行檢查 我們就覺得 如果它這種電動車的一個管理 還是值得我們學習 就避免了我們的電動車進到我們的內向 堵塞我們的樓梯間 或者是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也避免了入戶充電 或者是非線充電的形式 廣東台記者楊潔倫報道 再來看看深圳的情況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隊等聯合國街道辦消防救援所等等的力量 在昨晚也開展了電動單車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動 馬上看看 在龍江區月山湖花園小區的外圍 所有電動自行車已經轉移至小區外的空地 並加裝一長牌停車棒 消防人員就詢問到配套設施的使用情況 這個轉轉盤主要的作用 怎麼發揮這個作用 這個的話就是如果說 這個單車出現的這種發生火災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這個現場把這個開關打開 可以現場的這些滅火 避免這種電動車火災變大 能夠降低這種風險 這個是不是相當於雙重保險 雙重保險 我們現場的話也是有這個噴泥 也有這個乾粉滅火器 對 我們都有 所以說是有多重保護 有業主支持將電動自行車移至小區外 其實像這種電動車本來是很容易自然的 那如果說自然會導致別的一些機動車自然 那可能這個造成失誤可能就會更大 而在卓越城市花園小區 小區內空地仍然停放有電動自行車 有業主說目前停放問題已經好很多 之前架空層經常有亂停亂放的現象 物業工作人員就說 4月份消防部門來檢查之後 曾經下發過限期整改通知 通過這個消防達的檢查 我們就把這個所有的電池 要求業主就是全部挪到外邊路面上 先暫時靠路邊停放 這個但是我們業主很都是很支持的 全部都是自動的都清出去了 最缺的現在就是這個路面要硬化一下 這個是第一就是再一個說還得搭個棚 這個保證業主的車就是由地方放才行 我所對整個橫港街道所有住宅小區 進行了一個摩擦 然後對所有的住宅小區有存在電動車 架空層充電的場所進行了一個督促整改 並聯合街道和社區一起對工作進行推進 然後對現在設置不規整的 不符合規定的充電場所 進行一個加裝消防設施、報警系統等 廣東這次夜茶行動 累計現場清理違規充電的電動自行車 一萬三千五百二十部 發現改裝電動自行車四百二十七部 計劃處罰物業服務企業和社會單位場所 共五百三十五架 黃東台記者黃則空 深圳報導 在昨天早上湖北發生一起 精神障礙患者遲到傷害案 造成百人死亡一人受傷的悲劇 目前犯罪嚴疑人已經被公安機關控制 立即來關注一下 五月二十三號上午九點左右 湖北孝昌院小五鄉發生了一起 精神障礙患者遲到傷人案 造成百人死亡一人受傷 傷者生命體徵穩定 目前犯罪嚴疑人已經被公安機關控制 經過調查犯罪嚴疑人陸某某53歲 初犯為三級精神障礙患者等司法鑑定 當地村民表示 嚴疑人的妻子已經去世多年 她的兒子目前十幾歲 死者中包括嚴疑人八十幾歲的媽媽 受害者大多是中老年人 事件發生後 橋灣村已經被嚴格管控 當名村民還表示 嚴疑人有多年的精神病史 長期食藥控制 也去過康復醫院 但之前沒有明顯出現過傷人的傾向 而事發的時候 其父親正在外出勞作 逃過一劫 目前 校昌院已經成立工作專班 全力做好 相關善後工作 正義真的有可能會遲到 但一定不會誤到 在21年前 山西一名男子被指控 殺了自己的老婆 後來因為證據不足 就被無罪釋放 近日這名男子再次被抓 得知此事後 受害者家屬放禮炮慶祝 一起看看 2003年1月 山西省運城市 臨醫院女教師盧某離奇失蹤 經過5個月的搜索 她的遺體在某村的井裡被發現 盧某的丈夫王某曾向警方自首 並承認殺害了自己的妻子 但在後續的庭審過程中 王某上班否認自己的犯案行為 最終因為證據不足 被法院判決無罪釋放 而在昨天 王某再次被帶走調查 盧先生表示 從2004年至今 她的父母一直為姐姐的死奔走 認為判決不公 而在2020年 當地警方還曾經開官 對盧某的屍體 進行了DNA提取 盧先生一家希望嫌疑人 能夠受到法律應有的懲罰 在家裡也不多說話 她不刻意交流 我姐比較內心一點 也不愛說話 快結婚的時候 說她不想結婚了 她們經常吵架 還有打架 她說我姐要錢 打麻將 賭錢 出事那天晚上就在學徒 得知王某被警方帶走 盧某朋友叫來了20部禮炮車 在村內公開慶祝 盧某一家還專程為警方送去了錦旗 案件的最終結果 上代警方進一步調查 繼續是我們主播走基層系列報道 昨晚我們看了 巢關、武江區、江灣鎮受災群眾 在安置點的情況 而處於中低風險地區的群眾 他們都已經陸續回家了 因為暴雨災害的影響 江灣鎮的不少地方都受到嚴重破壞 現在仍然在積極搶收當中 我們馬上關注一下 我們來到巢關、武江區、江灣鎮、梁屋村委會 進行走訪 據了解 目前村莊處於中低風險地區 大部分村民已經回到家 你看外面曬了很多東西 地下搞關心 回到那幾天搞了幾天 隨後我們來到村民許宿的家 據他回憶 當洪水上漲將要浸到家裡的時候 他立即進行了轉移 現在村裡已經恢復通水供電 家裡的生活也都基本正常 目前梁屋村委會也恢復正常辦公 負責人介紹 接著來主要是要解決復更的問題 整個村委我們搞個自然村 村委那些農田大概去到400米左右 主要我們這裡就是花生和宿米之內的 基本上被山上的泥石樓和大水覆蓋了 下一步我們就是恢復這些農田灌溉的設施 後面就覆蓋了 覆蓋了 隨後我們又來到鎮區的極高風險區 這裡大部分的房屋都出現損毀的情況 暫時不可以居住 而在鎮街的中風險區 部分商家已經恢復營業 損失有多少?損失大概五六萬 只要是泡了有些什麼東西? 泡了很多 我們一樓基本上都泡完了 目前我們每天安排 大概包括道路牆線的 包括在村莊輕魚的 我們每天大概是有100多輛 高機還有車輛在工作 對這裡的話這個輕易的工作 大家要多長 按我們的計劃就是要到這個五月底 陳政府表示 這次災害造成全鎮損失超過100億元 目前正積極處理救災的後續工作 幫助村民重建家園 按照我們初期的一個項目的摸牌 就是單單這個基礎設施恢復 到災錢這個水平 我們都要大概30個億 這塊我們也是在資金方面 也確實是比較頭疼 現在我們也正在積極地 謀劃一些專家債項目 包括國債項目來爭取 這個國家還有省的資金支持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江灣鎮的江灣橋 我身後面就是江灣河 大家現在看到我身後面的這個地方 就是江灣鎮受洪水災害最嚴重的地方 這些山泥和這些樹木 現在已經清理了很多很多時日 大家可想而知當時這個場景 是有多麼有破壞性 另外大家可以跟著鏡頭看看 我們身後面的一處山泥傾瀉的地方 我們一路走進來 發現了這些山泥傾瀉的地方 有成二十幾處那麼多 所以河兩邊的居民是面臨著什麼呢? 前面是有河流 沖嵌了兩邊的堤岸 山後面的這個山泥傾瀉 對它的房屋也有致命的威脅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今次的這個洪水化難 也都對當地的農田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受災的群眾對於生活的信心的重建 我們是需要電視機前面的你 作出愛心的捐贈 廣東台報導 在深圳文博會上 新梅股粉今天舉辦 內容戰略合作項目簽約發佈儀式 香港著名導演黃晶 也出席了簽約儀式 看看 上市五週年 新梅股粉榮英全國文化企業30強 在今天的簽約儀式上 新梅股粉和多個優質項目簽約 包括香港黃晶導演的 粵港澳大灣區微短劇戰略合作項目 3、2、1 李昶西美股粉內容戰略合作項目 正式啟動 掌聲鐘 經過當年發展 新梅股粉正發展成為一個 超級網絡視頻機構 公司擁有巨量的用戶群 豐富的內容儲備 領先的技術實力 今天的簽約儀式 邀請了眾多優質內容生產方 這是我們的內容戰略遷移 主要是應對我們在今年提出了 我們的2426戰略的部署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戰略 就是要把我們從一個集成波控平台 打造成為內容生產平台 新梅股粉是力主於我們廣東大灣區 但是是準備向全國 打造成一個互聯網新設定頭部平台 黃禎導演表達了 和新梅股粉建立長期穩定合作夥伴關係的願景 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資源和商業環境 為微短劇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不會做一些一分鐘的 可能我們會做一些五分鐘、十分鐘的 讓戲劇性比較容易掌握一些 都會以其居間愛情為主 廣東台記者黃則空、房源深圳報道 元宇宙是這兩年來流行起身的新概念 有些詐騙分子利用了群眾的信息差 拿著元宇宙來包裝投資騙局 在佛山有一位阿伯 聽信騙子所說的元宇宙投資差點又中了連環套 究竟阿伯是怎樣被誘導的呢? 陳婉明跟你說 近日佛山市公安局公民分局局長信箱收到了一封感謝信 市民劉先生黎迅說 今年4月25日 家人遭遇詐騙卻不肯醒悟 極度彷徨無助的時候 反詐民警火速出境 制止了一場家庭悲劇的發生 從劉老伯和所謂客戶人員的微信聊天中可以看到 對方已參與元宇宙投資項目思無其為有意 聲稱凡是卡位成功都可以賺到錢 不用做事都可以賺賺 劉老伯逐漸對投資產生了濃厚興趣 甚至想借錢投資入股 因為他看到身邊有人玩 有人推薦他玩 就有人說他知道賺到錢 但他可能自己年紀 而且平時很少關注這些反詐 很容易被騙 眼見劉老伯差不多上當 騙子就加大火力 以收益上不封頂 無限循環等桌頭 進一步又到劉老伯拉人頭發展下線 這個時候的劉老伯 已經深陷騙子編織的賺錢大夢中 由於對詐騙分子提起的元宇宙投資 順以為真 劉老伯為了有更豐厚的投資回報 於是就拉起自己的兒子一起想加入投資當中 不過由於他的兒子平時在社區的宣傳欄上 看到了相關電訊詐騙的反詐知識 於是立即想起這次遇到的很可能就是電訊詐騙 劉老伯的兒子報警求助 民警一步步向劉老伯揭露詐騙套路 你認識他沒有? 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是吧? 不認識 他有沒有說你投多少錢進去? 像你下人 我說我沒錢 那就是下人這些東西是吧 他叫我殺債我沒殺債 我跟你說這些人家說賺錢這些 他就是一個…就是拖 我跟他認識 我發給他 要截圖來給你看 是不是不明白 事主都沒肯跟我們說這個真實情況 我們就慢慢跟他說 講清楚這個平台可能是攝詐的 跟著呢 我們還在網上打開那個央視曝光那個 元宇宙的那個短片給他看 看完之後他才開始相信我們 最終經過文警內心勸了 劉老伯先從元宇宙的詐騙謎團中清醒 主動刪除了詐騙分子的聯繫方式 避免了財產損失 文警提醒 近期有關元宇宙投資、數字藏品投資等 虛假投資詐騙案發生率較高 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只需要我們的市民朋友平時提高警惕 做到我們的三不一多 做到我們的未知來電不輕信 未知鏈接不點擊 個人信息不洩露 轉帳回款都核實 這樣就可以預防到我們絕大部分的詐騙了 廣東台記者陳宇明佛衫報道 節目最後一起去到貴州 看看那裡的瀑布流雲的美景 明晚再見 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